每天都有曙光 每天看到太陽都有曙光 所以我們很樂觀 希望進一步的好消息 可以告訴大家快點 第一就是你能幫到 受到這個事情影響的人發聲 為小眾發聲 大多數是知道一個不理想的現象 對我們執法其實有很多你們的資料 亦都可以幫我們核實到我們知道的東西 變成很多東西可以更加確實 可以去部署下一個步驟 其實都是很正面的 在我們調查裡面 我們起碼都找到有幾個元素 第一應該是有一個價格操控 出產限制、有瓜分市場 這些全部都是在法律裡面 定為一個嚴重的反競爭行 所以你說這個行為本身 就絕對不是輕微的為例 今次我們有檢獲電話、電腦 也有一定數量的掃補、文件 現在都還在看著 裡面都已經知道有些是挺有幫助 困不困難呢?當然了 我們有第一次 其實第二次人家都已經有備戰 這個很明顯 但我們都不會理會它 即是我們要去搜證就搜證 但這是一個真的調查過程 因為去到我們看到一些資料 和我們可以充分的資料 是上到審裁處 是兩馬子的事情 我們會用我們的條例 就是41 我們其實這次都發了若干41的要求 去提供文件和資料 警方說它基本上是執法所有刑事法律 它都會有權力去執行 但我們只是針對一條法律 就是競爭條例 條例裡面是沒錯 某一些章節是講到具體的 需要拿一些文件和資料 一定是我們已經看得到 見得到 是理解得到 譬如你這樣給我一個電話給我 我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演繹來說 在我們的法律裡面 就很清楚 你當事人有個責任 你就開給我看 你不是就交個電話給我 也都在裡面看 你只可以看回競爭條例 有關的一些證據 就是我不可以不停看 看其他東西 然後就拿來用 就不可以了 我們在同一個公營機構 或者在政府部門 就是我們定時有聯絡 聯繫 正如說 有些分享 一些簡報 定時會告訴他們 溫故資深 就是關於競爭法 他們要知的東西 和商業機構也都有 針對這個批發市場會怎樣呢 其實我們調查工作後 我們就會跟政府部門去談 究竟什麼 可以在管理制度裡面 在各方面去優化 避免一些違規 尤其是違反競爭法的行為發生 在香港來說 法治是一個基石 其中如果影響到商業的運作來講 我想每一個商人 都希望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去做這個商業活動 我想競爭條例是一個很重要的 條例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尤其是所有商界的人士 都要認清楚和認識